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赛六零给您全方位的好天气 大家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小叮零 第一点告诉您就是 这个封面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 从礼拜五开始 我们台湾的天气会明显的转变 全台湾都要留意瞬间的强降雨 外出的话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因为这个比较大雨的地方 容易积水淹水 然后还有这个能界度也会下降 另外就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 以为出自己的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雷达回波图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是受到的是强烈的西南风影响 所以说强烈西南风遇到的陆地 就容易有一些对流发展 所以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来说的话 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南部 其实整天来讲都是多云 有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 那么在中北部跟东部 相对来讲天气是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在未来来说的话 还有后面还有这个封面会逐进南下 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 会封面加上西南风 这个雨势就蛮明显的 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上面的说明 从图上可以看到这个白白的在往南移动的 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留意的这个封面云带 封面礼拜四的时候还在这个浙江沿海之边 但是很快的在这个礼拜四到礼拜五的这个清晨这一段时间 就会逐渐的压到我们的台湾北部海面 到台湾北部这边 所以说我们台湾北部来讲的话 在这个礼拜四的声音到礼拜五清晨 其实就有机会会开始下雨的 那这个封面会从北往南推下去 那么很快的礼拜五整天来讲 全台湾都是会一个容易下雨的天气状况 来看一下这个模拟图也可以看到 越红的地方就是雨量越大的地方 那可以看到从北到南往南压 北部来讲大概礼拜五的清晨容易下雨 然后从北往南开始到了这个中部 大概也是礼拜五的上半天就会下雨了 然后大概就是在这个南部这边 然后这个封面跟西南风来讲的话 影响时间大概就是两到三天左右 所以礼拜五呢雨会蛮明显的 礼拜六呢雨也是蛮明显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 也还是容易有一些豪大雨发生的机会 礼拜天呢一样 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豪大雨发生的机会 然后它东半部来说的话呢 也是容易下雨的天气状况 北部呢则是多云偶有正雨的天气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降雨模拟图也可以看到 而未来来讲的话降雨就不限在山区的 整个平地到山区 在礼拜五 礼拜六甚至礼拜天 都会容易有下雨的状况 当然啦 降雨最多的地方还是在山区的部分 所以才要提醒大家要留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特别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如果你有安排的话呢 主要是取消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日雨区预报 礼拜五的时候来讲的话 北部这边会是一个降雨热点 因为封面南下配合上西南风的关系 那么其次呢就在中南部的山区 还有在平地部分都会有一些降雨的发生 那另外就是北部的这个降雨 发生在上班上课时间 所以外出的话呢 可能还要记得就是西南语句 然后特别要留意就是路况的部分 那么礼拜六呢 这个风味只有在我们台湾附近 西南风还是很强 所以中南部的山区 要留意了这个强降雨 平地来讲呢雨也会蛮多的 礼拜天礼拜一来讲 会降雨会慢慢地缓和下来 但是全台湾各地来讲 还是会有一些震雨 或者是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来看一下今晚到明晨的天气预报 今天晚上来讲的话 全台湾各地的空气品质 大概都是属于良好的等级为主 那么全台湾来讲的话呢 都还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状况 南部来讲呢 已经下了白天一整天了 会继续下因为这个强烈的西南风的关系 北部来讲就要看这个封面何时下来 越早下来的话呢 降雨的时间就会提早 那么在气温方面来讲的话呢 北部26度 南部也是在25、26度 高温来说 也跟29、30度之间 根本来起来都是舒适到闷热为主 那么在东半部来讲的话 大概都属于多云的天气 低温来讲大概是在24到27度 高温可以到28到31度 反而是东半部的天气是稍微热一点 然后也是比较舒适的 那么在明天的全台湾的天气也可以看到 全台湾来讲的话 这个空气品值也都是属于良好的等级 但是全台湾各地来讲都会下雨 低温大概是在24到25度 高温大概是在29到30度左右 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说中午高温上不去 那么日夜的低温来讲 大概也在24、25度 是感觉是比较舒适一点 只是因为下雨来讲 可能会有点凉的部分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礼拜五的天气会有明显的转变 大家外出一定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安全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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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